第六十一集 现在我也不觉得 了尘大师是坏人 谁还没有点过去啊 他和徐令泽 不也都有 不能为外人道的秘密吗 顾锡音又盯着在炕头上 慵懒趴着的顾崽崽地声道 九哥 你有没有觉得 崽崽似乎变了 徐令泽夹肉的动作一顿 随即还是稳稳地 把肉送到口中 一边吃一边道 没觉得 崽崽从前多胆小怕事啊 你来偷蜡肠的时候 什么蜡肠 戒 戒 自欺欺欲 哼 那时候你看崽崽都不敢出门 他从来都胆子很小的 他过去连老鼠都怕 徐令泽瞥了一眼顾崽崽 眼神里写着轻蔑的两个字 废柴 顾崽崽委屈巴巴的 我有什么办法 娘不给我生肉吃 怎么能长大长胆子 我现在是不是就很生无了 等再过几年再看 哼 可能他觉得我身上没有杀气 气质可亲 是一家人吧 我还没老年痴呆好不好 当初第一次见面 你就用匕首抵着我的后腰 差点把我吓破胆 那是气质可亲 睁着眼睛说瞎话 徐令泽看着顾锡音 性谋原争 似乎看穿了他心中所想 厚颜无耻道 你那是上门窥探 我为了自保而已 不一样 行吧 我说不过你 投降 总之 九哥 你有没有觉得他现在很勇敢 而且还很厉害 之前顾崽崽咬顾长泽屁股 他只以为是在自家玩闹 毕竟顾长泽和徐令泽是一起的 这小东西窝里横惯了 所以顾锡音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对上周疏狂那般令人褪毙三射的毒辣妖孽 顾崽崽的表现实在太英勇无畏了 这才让顾锡音生出了疑心 你就不想是我调教有功 徐令泽是挺凶残的 崽崽确实怕他 难道真是这个缘故 九哥 那你以后别逼崽崽了 人都贪生怕死 更何况狗 我养他 也不是指望他为我出生入死的 徐令泽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捞了一筷子宽粉 没有理他 反正有点奇怪 以前我自己吃锅子的时候 他抢着吃羊肉 哪里会像现在这么乖巧 我觉得 是不是对他要求太严苛了 该立规矩 要有规矩 可是顾锡音还是心软 给顾崽崽捞了许多羊肉过去 吃惯了生肉的顾崽 顾崽崽内心是抗拒的 可是徐令泽一眼扫过来 他顿时无精打采地凑上来 肉都不吃 莫非病了 顾崽崽立刻大口吃了起来 表示自己没事 吃完锅子 徐令泽主动揽了收拾碗筷和洗碗的活计 九哥 我去如玉家一趟 不是刚去买过豆芽 嗯 我去的时候听她娘在院子里骂她 才想起来如玉就要成亲了 她挨了骂心情不好 我得去陪她说会儿话 如玉娘人不是多坏 但是嘴巴是真的毒 骂起人来 什么难听骂什么 如玉忙着喂猪 没照看好虎头 虎头在雪地里摔了一跤 手掌被冰茬子划开了一道小口子 这本来也是平常 但是如玉娘却像是受了刺激一般开骂 你这是急着出门子 你被找到靠山 就不管你弟弟了是吧 我等着看你的好下场 娘 我是你亲闺女吗 你要这么说话 我不嫁了 脚了头我做姑子去 说完 如玉就往屋里冲去 顾锡音正好赶上这一段 忙上前拉住她 劝了她几句 但是看如玉在气头上 直到也劝不动 便想等着吃完饭再去 乡下妇人 资猪必较的日子太难 没有几个性情温和的 加上要受婆婆男人的气 久而久之 很多人都像如玉娘一般 打骂儿女发泄 想想有些悲哀 但是对于她来说 永远意识不到这悲哀 徐令则对于许如玉 发生什么事情并不关心 正好想单独和顾宰宰 聊聊人生便道 你去吧 顾锡音看家里实在没什么好戴的 便把家里紧剩的麦芽糖包了一包 想想又用纸包了个小包 如玉娘见顾锡音来 没开眼笑 仿佛刚才那个骂街班骂女儿的人不是她 顾锡音来了 快进来坐 我给你洗果子吃 如玉 你个死丫头 快出来 顾锡音笑笑 把麦芽糖递给她 婶子 给虎头的 别给她吃太多 芽糖 如玉娘在黑乎乎的前巾上 蹭了蹭手上的黑灰 才接过来 唉 你看 每次都得你好吃的 这麦芽糖啊 费糖费油 我过年都舍不得做一点 说话间 她掰了一小块下来 给已经眼巴巴等着的虎头 你吃了你顾家姐姐多少好东西啊 将来你顾姐姐在婆家受了气 你可也得给她出头 乡下间兄弟的重要作用 就是给出嫁的女子撑腰 不被婆家欺负 顾锡音哑然失笑 然而看着如玉娘 把掰过糖的手指头 在嘴里舔了舔 心满意足的模样 又觉得人生实苦 哪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坏人 不过都是生活所迫 可是对于如玉而言 伤害却也是实打实的 我这个亲姐姐都指望不上 锡音还能指望上 你个死丫头 如玉娘善善地骂道 显然对于自己之前口不择言 也是有些后悔的 这么冷 快请我进屋坐坐 我给你画了几个斜样子 许家因为已经分家 房子倒是够住 许如玉自己有一间房间 把顾锡音请了进去 她让顾锡音到炕上坐 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我给你要点瓜子去 哎 不用 我刚吃过饭 不饿 你是不是没吃饭 气都气饱了 还吃什么 我在家里干的活还少吗 她还嫌不够 是 她是我娘 打骂我天经地义 可是锡音你听听 她都骂了些什么 这要让孙家听到 怎么想我 别人不作见我 她作见我 顾锡音叹了口气 从袖中掏出单独装的 一小包麦芽糖给她 吃吧 甜甜嘴 心里就不那么苦了 顾锡音不能说如玉娘好 也不能说她不好 人家母女并没有什么 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就是这一时积愤罢了 如玉打开小纸包 却只挑了最小的一小块 比支架盖 大不了多少的麦芽糖 放到嘴里 然后把剩下的收起来 顾锡音知道 她舍不得吃 要留给弟弟 好日子是腊月十八呗 嗯 孙家兄弟多 他是最小的 现在还在宫中 年前进了门 年礼就省了 回门时候 两包点心就打发了 她那几个嫂子 精明着呢 这都是小事 只要人好就行了 你们自己好好过日子 哪怕一开始一穷二白 也总有起来的那日 我知道 我跟着你 认识了不少草药 进山采药一年 还能有几两银子镜像 巴不得早点分家 过自己的日子 谁也不能看清了我去 人 他是见过的 人很高大 也结实 一看就是能干的 许如玉自己很重义 要说对未来没有期待 那也是假的 第六十二集 想到未来相公 许如玉脸色更红 脸上却带着笑意 我娘说的也没错 我就是想家人了 我想赶紧离开她 免得天天被她骂 顾兮音见她如此 知道许如玉心中的坏情绪 排解了不少 总算放下心来 许如玉是个能吃苦 能出力 还有一股子刃劲儿的姑娘 将来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要是嫁过去了 以后不能常见你了 不过也没关系 我要卖草药 还得来找你 银子面前 她也说不出来什么 顾兮音更加放心 这般性格不会吃亏 你少欺负人家 兄弟仇丽面前 你得给她做面子 她待我好 我自然为她想 要是不好 我也不怕 反正我不指望她养活 说什么呢 我这几日没事 帮你准备准备嫁着 陪你说说话 那感情好 我求之不得呢 顾兮音的厨房里 徐令泽正在教训顾仔仔 给我藏住了 被你娘发现你就完了 话音刚落 她手中的盘子 也从手中滑落 顾仔仔小狗眼 蹬得溜圆 看准盘子落地的位置 上前准确无误地接住 这就是被黑久了的 下意识反应 嗯 不错 记住了没有 娘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和舅舅比起来 娘是多么温柔的小仙女 吃生肉能让你长大 你娘却不想让你长大 你说被她发现了 她会怎么办 顾仔仔的神情分明在说 不会怎么样 你知道为什么我教你 往男人两腿之间咬吗 咬了人就废了 你猜你娘想废了你 会不会找人淹了你 哦不 我忘了 你娘自己动手就行 顾仔仔嗷一声惨叫 夹着腿跑开了 太残暴了 太残暴了 徐令泽满意了 如愈澄清这件事情 徐令泽不太关心 可是顾西音每天都要去陪她 她就有点不高兴了 没有顾西音在 整个房子都空荡寂静的可怕 顾仔仔也蔫蔫的 没什么精神 只有时不时的去厨房 偷块生肉吃 才能觉得狗生还有一点意义 走 答应出去走走 徐令泽终于坐不住了 村里的男人们 冬天也不适生产 或者正午时后 三五成群在村头下棋聊天 或者叫几个相熟的人 轮流坐东 半斤烈酒 一盘花生米 聊聊收成 互相吹吹牛 徐令泽几乎没有出过门 众人都对她充满了好奇 但是因为她身上 生人物尽的气势 又不敢主动和她打招呼 徐令泽也就只认识张立正 所以某日破天荒 主动和她说话 这个开头无一不错 村里的男人 很快就和徐令泽熟悉起来 但是徐令泽的原则就是 不去别人家吃饭 只和他们在街头说话 然后他不经意的 透露出了一些消息 我爹说 你未来的相公 其实是你九哥对不对 谁说的 你不用不好意思了 咱们这是乡下 没那么多的规矩 就算有 你九哥那样的身份 谁敢说什么 你太不厚道了 我亲事都还没定下来 就拉你去偷看他了 你殿下来了还瞒着我 这谣言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 你九哥自己说的 不可能 徐令泽才不是个碎嘴子呢 怎么不能 我爹还能骗人不成 你九哥现在天天出去和他们说话 还说回头我成亲的时候 要来喝喜酒了 什么时候 徐令泽和村里的老少爷们这么熟了 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这下我就放心了 我爹都说 你九哥是个好的 我不用担心 你静静被人卖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顾兮音却知道 这件事情越解释越乱 索性不说话 如玉便以为他是默认了 但是想想你嫁到京城 我还是舍不得 顾兮音本来想回去问问徐令泽 为什么这么说 但是想想还是作罢 他都已经说出去了 肯定有他的道理 这样也好 就没有没人再上门了 顾兮音虽然有时候反应迟钝 但是时间长了 再慢的脑子也能反应过来 事情都不对 这不他就发现了厨房里的肉 越来越少 他和徐令泽嘀咕 九哥 你说是不是宅在偷吃了 他若是想偷吃 不会现在才偷吃 再说有我在 他不敢 顾宅在顿时激动地摇摇尾巴 总算觉得舅舅又有用了 顾兮音没有再说什么 却半夜偷偷起来查看 第一天正巧顾长泽回来了 徐令泽在和他说话 听见顾兮音鬼鬼祟祟的脚步声 掀开窗户看了一眼 顾宅宅是和他睡的 一定是顾兮音发现顾宅宅不在 才出来打算抓他个现行 顾宅宅就算现在听到声音 也来不及跑了 徐令泽喊了一声 你醒了 九哥你怎么还没睡 顾长泽回来了 再说话 你也进来 有话跟你说 顾兮音也不好意思说 自己怀疑顾宅宅 便整理了一下衣裳 推门进来 过了一会儿 顾宅宅小心翼翼地 从厨房里出来 脚步轻轻地回到了厢房中 找了个黑暗的角落 趴下装睡 都吃容易吗 我的小心脏碰碰跳 都快跳出来了 某个部位也是凉素素的 舅舅这是救了我的子孙后代啊 顾兮音和顾长泽打了招呼 你还好吧 顾长泽的胳膊是吊着的 显然受了伤 没事 皮外伤而已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先给你送个火盆子 到西厢房 这天气太冷了 那些事情都自己就做了 顾兮音怀疑地 看着顾长泽掉着的胳膊 眼神仿佛在说 真的行吗 顾长泽为了证明 自家主子所言不虚 表演了一个单手拿火盆 拿着火盆回去歇着吧 还带这么玩的 我还没吹息完对上周叔狂 还全身而退的丰功伟绩呢 太憋屈了 顾长泽唯唯唯唯唯地走了 九哥 你找我有事 忽然想起来 谢官挺围惊 我让他去查建安侯府的事情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 你别着急 顾兮音无语 他什么时候着急了 这话有些没头没脑 但是徐令泽也是好心 所以他茫然地点点头 谢谢九哥 很晚了 回去睡吧 顾兮音回去躺在床上 还觉得云里雾里 甚至都忘了 要去抓顾仔仔偷吃的事情 就又睡过去了 早上醒来 他想起昨晚的事情 去厨房看了看 果然发现肉又烧了 有事 这里面一定有事 顾仔仔不在屋里 就是没有不在场证明 顾兮音磨刀霍霍 去审问顾仔仔 却被徐令泽三言两语给解了 顾长泽昨日回来 自己做饭吃 用了一块肉 少了两块 他饭量大 总不能不管饱 行吧 顾兮音没话说了 第六十三集 早上顾兮音下了面条 顾长泽吃了一大盆 最后挠挠头 不好意思地抬头看顾兮音 姑姑娘 您总看我干什么 是不是我吃的太多了 昨晚吃了那么多 现在还这么能吃 真是饭头啊 然而顾兮音说出口的话却是 没 我是怕面条不太够 顾长泽一拍桌子 就是不太够 你不说 我还不好意思说 再来一盆 顾兮音无语 徐令泽等待顾兮音出门以后 给顾仔再下了个任务 出去抓一只野猫回来 顾兮音的疑心越来越重了 必须得有一个替死鬼 不 替死猫 可猫太灵活了 顾仔再没抓到 垂头丧气地回来 并且用动作表示 他今晚决定不偷吃肉了 这样娘就发现不来了 蠢货 你不动 肉就不少 这算什么洗性嫌疑 徐令泽决定自己出去 没过多久 就抓了只野猫回来 藏在了顾长泽房间里 为了些东西 等到傍晚 野猫被放进厨房 顿时到了天堂一般 拖出一块肉就吃 顾兮音回来做饭时 哎 总算是找到了罪魁祸首 顾长泽回来了 给仔仔找肉吃的任务 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自然不用偷吃家里的肉了 这件事情才算是告一段落 顾长泽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 确认了顾兮音的解药 确实有用 跟他要了药方 至于后来怎么送出去 送给了谁 顾兮音没有关心 徐令泽他们有自己的通信渠道 因为过了一些日子 徐令泽收到了一封信 看完后和顾兮音说 健安湖府那边的事情 也有些眉目了 你在耐心等待些时日 事情很复杂 邪官廷说 他要一点一点的理清楚 顾兮音表示自己一点都不着急 转眼就进入了腊月 顾兮音买了足有一百多斤面 在家里做喜波波 所谓的喜波波 就是盘子大的白面馒头 上面用不同颜色的面 做出各种诸如喜鹊 牡丹之类吉祥形状 再上锅蒸出来 十分好看 乡下白面是十分珍贵的 一般都舍不得做这么大 可是顾兮音舍得 因为这是要给许如玉的 这里的规矩 姑娘成亲 各家亲戚都要送喜波波 带到婆家送人 表示姑娘在家里受重视 亲戚是远近程度 给两个到六个 双数 能给到八个的 就是很大的面子了 就如玉家的极品亲戚 约莫着都可能只给一个 一共也就收到十个八个 许如玉她娘还得苛扣 顾兮音打算给六十六个 没错 她要给她的闺蜜 做足面子 一锅六个 一天两锅 她还得做六七天 揉面是个力气活 顾兮音交给了 许令泽和顾长泽 有他们两个在 顾兮音偷了很多懒 可叹许令泽一双握剑的手 现在满手白面 脸色阴沉得快要下雨了 顾长泽低头揉面 不敢看竹子 怕知道了她的黑历史 早晚被许令泽杀人灭口 九哥 你就当帮我呗 顾兮音笑咪咪的道 拿着剪刀 几下就剪出来 栩栩如生的喜鹊尾巴 你出嫁不用这些 我出嫁 我这样的还能嫁出去 顾长泽觉得这话有点悲伤了 尤其是顾姑娘还笑着说出如此令人心碎的事实 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说 有些人其实也不太在乎长相的 顾兮音愣住 目光呆滞地看着顾长泽 怎么会有这么会安慰人的人 顾长泽却觉得许令泽在盯着自己 顿时觉得后背发毛 连连摆手 手上的白面素素而下 你可别误会 我不是说我自己 我还是挺在意长相的 顾兮音被他逗得笑弯腰 手一抖 面都剪坏了 蠢直男 还嫌弃我长相 你这种情商 能找到媳妇 全靠祖宗保佑 顾长泽求救地看向徐令泽 徐令泽这才开口 你若是珍惜和许家姑娘的感情 给她多赔送银子 不是更实在 这六十六个喜伯伯 说白了不就是一堆大馒头吗 加起来最多也就值一两银子而已 顾兮音是个小富婆 一只藏富 徐令泽知道 顾兮音却有自己的考量 九哥 话不是这样说的 这里的规矩是送喜伯伯 我也不想和人不一样 喜伯伯不值什么钱 但是做面子是足够的 如果给银子 我怕如意藏不住 露了底儿 如意被人惦记 倒不好了 将来她若是有了难处 我也不会不报 许如玉是个有主意的姑娘 这几年 她跟着自己上山采药卖药 钱自己偷留了一半 所以手上少则五六两 多则十两的积蓄是有的 六天的面揉下来 顾长泽和徐令泽开玩笑 将军 将来我要是犯了错 您可以把我发配到火头军了 你少给我贫嘴 关婷来信了没有 哪有那么快 您不是还让她想办法给您把人定下来吗 哪有那么容易 主子真是心急想吃热豆腐 也不怕被豆腐烫了嘴 也不看看 顾兴现在 哪里是心里有她的样子 说句容易挨揍的话 我觉得顾兴看我和看主子的眼神 并没有什么两样 反正都比不过顾仔仔那条狗 呸呸呸 好好的吃一条狗的醋干什么 转眼间进了腊月 腊巴过后 眼看着许如玉出格在即 顾兴音的喜波波送去 引起了很激烈的反响 据说 村里的姑娘们都羡慕如玉 后悔没有早早地和顾兴音交好 虽然说了不打算送银子 顾兴音还是买了一根 足有五钱的梅花银簪 送给许如玉添装 如玉推辞着不肯要 我已经占了你很多便宜了 我们之间不说那些 你就记着 有男生来找我 我一直都在 顾兴音愿意和许如玉相交 因为这个姑娘身上 有一种很难能可贵的品质 那就是不服输 但是从来不嫉妒 也不贪心 快收起来 我之所以今日就来 是不想挣日子人多 都看见了不好 你嫁人不嫁人 咱们的感情都不变 回娘家的时候 要来找我啊 你不让我去 我也得去呢 她心里只想着 将来定要把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 顾兴音需要她的时候 她一定不遗余力 但是转念又想 还是别有这样的时候 顾兴音就应该 一辈子顺遂安乐 徐令泽忽然和顾兴音说 她要去参加 许如玉的婚礼 顾兴音感到很震惊 什么 九哥你要去 徐令泽 是不是对乡下的喜宴 有什么误解 那种流水喜 顾兴音偷偷叫做 口水咽 徐令泽确定她能行 徐令泽一脸正气 我既然在村里 还是入乡随俗的好 更何况 许姑娘的父亲 已经邀请我 你给我做一身新衣服 我要去吃喜 事实上 她是去保护顾兴音的 她可听说 到时候新郎那边 会带来兄弟和朋友 有很多年轻小伙子 会趁机相看媳妇 万一盯上了顾兴音 怎么办 作为一条护士的狗 的舅舅 徐令泽表示 她的人 谁也不能觊觎 秀哥 你想要新衣服 我给你做两身就是 我原本也打算着 歇下来这些日子 就在家做针线活 不出门 给你和顾大哥 各做两身 顾兴泽不用 她竟然和顾长泽 一个待遇 徐令泽表示 很不开心 为什么 她那个人有怪癖 不喜欢穿新衣服 那好 给你做两身 顾大哥不要 那就给崽崽做四身吧 徐令泽吐血 活比不过一条狗 而且狗穿什么衣服 顾兴泽却又回到了 刚才吃席的话题上 新衣服我给你做 但是吃席就不必了吧 这是怕我去了影响的桃花吗 我偏要去 第六十四集 徐令泽义正言辞地表示 他要融入这里 才不会被发现云云 说了一大套 把顾兴都绕晕了 最后顾兴 无奈地答应了 既然九哥你坚持 那就去吧 我原本想着十八我们家 蒸好过年吃的波波 不过也没关系 顾大哥在 让他帮我揉就行 徐令泽一口茶水喷出来 你不去 我不去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了 他才不要去吃口水宴 回头看到许家一盆水 泼出去的场景 他估计也很难受 我忽然想起来 那天人多啊 说不定有外村的人了 说不定就有探子 我也不去 反复无常 顾兴翻了个白眼 第二天 顾长泽支支吾吾地来找顾兴 顾姑娘 以后您别叫我顾大哥了 这声顾大哥像催命服水的 让他主子对他的杀心 是一天天地往上冒 那你总不会真的想让我喊你舒服吧 不敢不敢 你喊我名字就行了 我不喜欢别人喊我大哥 喊我大哥我浑身不舒服啊 行行行 你们的怪癖都真多 盼望着盼望着 谢官婷的信终于来了 事实上顾长泽是带回了一个包袱 本来在和徐令泽说话的顾兴音 见顾长泽拿着东西进来 就想回避 徐令泽却道 你坐着 应该是侯府的事情调查出结果了 你也看看 顾长泽有些震惊地看着徐令泽 然而很快垂下视线 古人说 色令之婚 将军这是什么令之婚 饭 对 一定是顾兴音做的那手好菜 让将军昏了头 这么重要的时候 都不让顾兴音避开 徐令泽打开包袱 顾兴音想 这么鼓鼓囊囊的一包 肯定有银子 谢官婷知道他们的处境 所以一定会这样带银子回来 但是打开一看 却是许多的书信 我还以为有银子呢 顾兴音看着徐令泽严肃的脸色 偷偷和顾长泽道 哼 谢官婷那铁公鸡 什么时候都不会拔毛的 他要是给一文钱 我跟他信 原来除了谢官婷厚厚的一封信之外 还有厚厚一打底包 都是他搜罗来给徐令泽 让徐令泽掌握各地动向的 枯燥无味 徐令泽先把那些放到一边 皱眉拆开谢官婷的信 谢官您什么时候这么啰嗦 这是写了一封信还是一本书 展开信 徐令泽原本想一目十行地扫过去 但是刚看了几眼就摆摆手 你带着宰宰书去 好 就说嘛 我才不想知道是什么秘密 留我干什么 顾西音抱起炕上的顾仔仔往外走 我让顾长泽走 顾长泽和顾西音不之所以 徐令泽对上下属悲愤的脸 难得多说了一句 是关于建安侯府的事情 顾长泽这才走了 徐令泽瞥了一眼 站在边上的顾西音 坐 顾西音抱着顾仔仔在炕边坐下 揉着他的脑袋 等着徐令泽看信 徐令泽越看 眉头皱得越紧 建安侯府肯定烂到了根子里 但是和徐令泽和我 其实都没有太大关系 如果这份激动是因为我 那其实大可不病 看到最后一页 徐令泽猛地眯起了眼睛 看向顾西音 目光晦涩 仿佛藏了无穷无尽的情绪 却幽如深谈 看不分明 九哥 顾西音试探着喊了一声 徐令泽这才仿佛回神 长节一眨 眼中的情绪如潮水般褪去 又是那双平静的毛子 顾西音觉得他可能是眼花了 涉及你的内容不是很多 所以刚才你是骗顾昌泽的 也不算 和他没什么关系 信中的内容让徐令泽很迟疑 不知道是否应该开口和顾西音说 而顾西音似乎看穿了他的疑虑 摸摸壁弯里的仔仔 九哥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和健安侯府没有什么关系 就算他们烂到根子里 也和我没关系 只是我到底是出生那里 为了防止将来麻烦 我知道的越多越好 不管是什么 你知道的就告诉我 就算他们难道女昌 也和我没有丝毫关系 徐令泽反复看他的眼睛 似乎在确认顾西音说的是不是实话 顾西音见状笑道 九哥你是今日才认识我的吗 徐令泽这才下了决心一般 官邸为人细致 他能查到的都是隐私之事 信中说 说你 你其实生父不祥 不祥 那说起来 我就不是健安侯府的姑娘了 幸福要不要来得这么突然 看着顾西音一脸惊喜 徐令泽不解 事情好像和他想的不一样 要是寻常人 不管男人女人 被说生父不祥 一定会感到耻辱 他这般欢天喜地的样子 实在是 也不能那么说 官邸查出来的是 现在的老夫人 怀疑你生母于日 与人死痛 不能证明你是侯府的血闷 所以你才会被送出侯府 送到庄子上 自生自命 谢官邸打听的是侯府老人 那人说 其实当时是要逆死顾西音的 只是老夫人快要过寿 说不忍杀生 才把他送出来 顾西音却一点都没有带入自己 毕竟他从来都觉得自己的父母是唯一的 他瞪大眼睛 侯府的后院都这么随便的吗 可能更随便 建安侯府可不是什么干净的地方 那如果侯府找来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理由不回去 不能 那样你的名声也会尽毁 好像确实不知道 但是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也可以试试 从现在开始 我不想听到你任何同归于尽 于死往迫的想法 没有任何人配让你这么做 徐令泽的眼神太认真 太吃脸 令顾西音几乎不敢与之对视 憋过脸 没有吭声 顾仔仔对于两人谈话的内容表示听不懂 这已经超越了他的狗脑子 所能承受的极限 舒服地靠在顾西音胸前打着盹 徐令泽注意到他 眼中有灰暗闪过 勾了勾手 顾仔仔不情不愿地从顾西音怀里爬出来 跳到了徐令泽西上 娘身上香香软软 舅舅太硬了 都是骨头 顾西音半赏才压下心中的感动 嗯 九哥你继续说 生家的事情 虽然是关于建安侯府的 但是和你没什么关系 有空我再慢慢讲给你听 嗯 既然和我没关系 那说不说都行 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哪里奇怪 如果我真的生负存疑 将来这件事情被翻出来 岂不是侯府的奇耻大辱 你们能查出来 别人未必查不出来 这一点 侯府老夫人肯定能想到 别说什么心思手软 我不相信 其中一定另有引擎 就算当时不能搜 事后放不就更怪了 难道侯府老夫人 真是把自己当个屁方了 可能性太小了 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蹊跃 关婷说 他会继续追查下去 嗯 有没有亲爹 亲爹是谁 这些问题都不会对顾欣 造成困扰 反正他这么多年 已经习惯了 截然一身的生活 不依靠家族 没有任何羁练 第六十五集 徐令泽 则仔细而又谨慎地 辨认着他的情绪 终于确认 他是真的没有放到心上 这才觉得松了口气 九哥 侯府老太太和建安侯 性情如何 老太太出身 徐家 徐家现在落魄得 比建安侯府还破落 就指望着徐老太太救济 徐老太太本就贪财 现在更是吝啬到 令人发指 各种贪磨 建安侯则是个酒鬼 觉得自己郁郁不得志 所以天天把自己 灌得烂醉如泥 最生梦死的爹 红杏出墙的娘 中饱私囊的老太太 烂到根里 大概就如此吧 顾锡音要回去歇息的时候 徐令泽叫住他 彼时顾锡音已经走到门口 回头看 便见城皇烛光柔和 将徐令泽的影子 投射到了墙上 而他在这温暖的光影之中 目光透露出关切和纠结 欲言又止 九哥 顾锡音眸光带着笑意 徐令泽垂眸 避开他灼灼的视线 手抓住抗击 粗利的指尖 因为用力而发白 建安侯府的事情 很快就能有个了断 你且放心 了断 顾锡音并不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点点头 嗯 九哥费心了 或许顾锡音说出这话的时候 透露出几分漫不经心的安慰 徐令泽声音有些急切了 我说真的 虽然眼下不能出去建安侯 但是我已经安排谢官廷 去为你周旋了 为我周旋 罢了 现在不和你说了 过些日子事成之后再告诉你 徐令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地告诉顾锡音 这件还在犹豫要不要说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心虚 顾锡音有些莫名其妙 但还是道 九哥 谢谢你记着我的事情 但你们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忙 能帮我打听这么多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还是以你们的事情为重 徐令泽半晌后 才沉闷地摁了一声 顾锡音微微点头 抱着顾仔仔出去 许如玉三日回门 来顾锡音家里送了一篮子鸡蛋 许如玉穿着促心的桃红衣裳 头上别着朵小小的红色绢花 面上擦了一层粉 显出了新嫁娘的不同 因为知道徐令泽在家 她只在院子里和顾锡音说话 你给我这么多鸡蛋做什么 我不要 拿回去过年吃 你收下 现在是我当家 能做主 你当家 成婚第二天就分了家 都怕我占便宜呢 那应该是我去替你温锅 更不应该收你的东西了 你不收 以后就不要来往了 你不知道 我那几个轴里 看见你送我那些喜伯伯的时候 羡慕嫉妒的样子 不知什么的 你都不知道有多可笑 分家的时候 还让我把喜伯伯留下 说这是宫中的 好在她不糊涂 站出来说 就算什么都不要 也不能动我带来的东西 说话间 许如玉面颊之上 染上淡淡的红色 我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 有她这句话就够了 我把喜伯伯 只留了六个 剩下的都交给了婆婆 至于她怎么分 我就不管了 反正 谁也跳不出来我的脸来 你做得对 顾夕音知道 许如玉今天也是想来得到自己肯定的 眼神明亮地看着她倒 如玉嘴角笑意越发大了 顾夕音提着篮子进去 把鸡蛋捡出来 放在瓦罐中 给许如玉装了两包自己做的灶糖 一小坛豆油 十个松花蛋 如玉自然不要 急红了脸 我拿鸡蛋是真心想给你的 你这样 岂不是我故意上门占便宜 以后我还怎么来 你看看你这火爆脾气 找了个好姐夫 越发厉害了 反正我不要 你听我说 灶糖是我自己做的 你回去带给家里的孩子分分 不值什么钱 豆油是我原先买的 可偏偏我九哥只喜欢吃大油 这豆油就搁置了 这鸭蛋是陆掌柜送来的 我做成了松花蛋 你拿回去尝尝 顾兮音侧身站着 细细地一样一样胶带 妥贴细腻 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如玉的自尊 这日日透极好 阳光打在顾兮音身上 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微光 顾兮音穿着家常六七成心的蓝底棉袄 下面随意套了条铜色裙子 眉眼温柔 嘴角含笑 抬手拢着耳边碎发 明明是乡里最常见的乡下姑娘打扮 丝毫看不出身材 易容过后的容颜 也很难违心地说出个好看 可是在徐令泽的眼中 却是别样的美好 主子 主子 我爱见这些琐碎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啊 竟然让将军分神去听 难道会比我们正在谈的认识要紧吗 这可是关系存亡的大事 嗯 你说 徐令泽淡淡道 眼神却没有收回来 如玉问顾兮音松花蛋是如何做的 顾兮音正在一边笔画一边毫无保留地交他 刚才不是您一直在说吗 我又没看到谢观亭的信 我说什么 哦 来人了 先不说了 等人走了之后再说 您想偷偷盯着人看就直说呗 找什么理由 真是的 早知道主子现在这样色令之婚 就应该和谢观亭换一换 我回京城 这不 谢观亭就立了大功了 真让窝在这里天天看将军发吃的顾长泽着急 不过关亭查出来的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后续能不能用上 在调查建安侯府的时候 谢观亭有了意外收获 所以才洋洋洒洒 给徐令泽写了那么长一封信 建安侯府这个爵位 从开国之初便已有 顾家祖上是平军工 成为开国功臣的 当时也很是宣赫 后来也出过不少名将 能叫出名信的便有双十之数 后来怎么说 也不是子孙都不孝 而是建安侯府敌之这一脉 越来越不成器 建功立业不太行 窝里斗倒很行 顾长泽的曾祖父这一只 就是受到排挤 反而从建安侯府出来 后来凭借从龙之功 另外封侯 如果当初建安侯府不兄弟相争 顾长泽的曾祖父接任爵位 现在的建安侯府 定然是另一番场景了 这并不是建安侯府流失的 第一个人才 但是接下来要说这位 说起来建安侯府也是受害者 二十年前 建安侯府也出了个 天资聪颖的年轻人 也就是现在建安侯的树地 顾怀 顾怀是姨娘生的 但是姨娘早早去世 养在了老夫人名下 顾怀三岁十字 十岁便出口成章 精彩绝艳 十五岁重举 如果一路顺风顺水 最多二十岁就能中进士 勋贵之家多顽固 出个这么会读书的苗子 简直要把别家羡慕死 顾怀十七娶妻 娶的是正熙将军的嫡女 风头更是一时无两 据说当时成亲的时候 十里红装 甚至堪比公主出嫁的排场 众人都说 建安侯府这是要起来了 别的不说 就靠着这么强大的跃驾 加上自己又会读书 顾怀将来前途无量 可是问题也就出在了顾怀 这位妻子卫氏身上 顾怀娶了卫氏之后 再也没有下场 功名指不在了举人上 顾怀十八岁那年 本应该下场 但是被卫氏缠着 没去 非但如此 卫氏竟然还煽动顾怀和顾家决裂 带着顾怀 驻回了娘家 而后来的事情更玄幻了 顾怀入赘了 非但入赘 连姓都改了 现在 他叫卫怀 这样做之后 他也彻底毁了自己的仕途 百善孝为先 这般偏听女人之言 判出家门的人 连继续科举的资格都没有 这些事情当时十分轰动 因为当时人是天才 而岳家更是宣赫的镇西将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是经常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是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好吃的瓜那么多 谁要一直吃旧瓜 这些事情 徐令泽就更不关心了 但是谢官廷 因为调查建安侯府的原因 这次又挖出来了一些新料 第六十六集 当初魏怀不仅和家里决裂 还把建安侯府弄成全京城的笑柄 做得如此决绝 确实和魏氏有关系 但确实事出有因 魏氏婚后怀孕 生下孩子之后 当天孩子就夭折了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魏怀虽痛心 却更想着好好照顾安慰妻子 毕竟以后孩子还会有 可是后来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说是侯府老太太 他的嫡母动了手脚 溺毙了他的女儿 还让吻婆按下毒手 让魏氏以后都不能再生育了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从魏怀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就知道了 镇溪将军府 以前徐令泽从没打过交道 严少轻狂 适才傲恶的他 从不屑于去做结党营私之事 当然现在想来 从来他未免把结党营私无限拉大 甚至包括了正常的人情往来 若不从云端跌下 怎能理解人间烟火 徐令泽也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懂了 或许从他强导众人推的时候 也或许只是从顾熙英 送许如玉喜伯伯的斟酌和妥贴之中 谢观亭在信中试探着说 可以与镇溪将军府交好 未免没有担心徐令泽暴怒的意思 可是现在的他 还是三个月前的他吗 谢观亭的意思是 如果打压建安侯府 是能一举两得拉近和镇溪将军府的关系 还是会激起魏怀对建安侯府的感情 如果是前者 自然要不遗余力 可如果是后者 那就要再慎重了 那将军您是怎么想的呢 顾长泽最不耐烦听这些后宅阴司 直接问道 徐令泽神色嘲讽 口气冷冽 都不是 嗯 魏怀现在不屑与建安侯府有任何关系 一命还一命 那么令人惊艳的男人 那么激烈的反抗 那么一无反顾的决定 这是徐令泽能想到的唯一答案 唉 还以为能利用上呢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铁攻击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要不不能洋洋洒洒血那么多 顾长泽抄着手 表示十分遗憾 未必没用 以后的事情 谁能说得准 就像顾兮英 在过去的十七年里 给自己找了那么多条后路 不能说没用 腊月二十三 小年 顾兮英包了饺子 又做了一桌子菜 他还特意分成两份 打算一份让他们两个一起吃 一份自己吃 结果顾长泽的怪癖 又发挥了作用 他不能和上风一起吃饭 吃不饱 这都过小年了 还不让人吃顿饱饭 所以顾长泽积极地 把自己那份饭菜 端回了屋里 顾兮英很无奈 吃饭的时候 他貌似无意地等 九哥 我觉得顾长泽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误会什么 偷偷用筷子另一头 站着酒 在脚下 为顾仔仔的 徐令泽 手一抖 筷子差点捅到顾仔仔 他抬起头 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 顾兮英 只以为 徐令泽在为顾仔仔吃肉 并没有察觉出一场 我怎么觉得 他觉得我和你 是那种关系 徐令泽心里又把顾长泽 打一百军棍的冲动 面上却很从容 他那个人 总是想得多 你不必理他 但是他人挺好的 哪里好 哪里好了 堕那里 劈柴劈得好 大小合适 整整齐齐 烧起来可方便了 那以后劈柴的事情 你尽管找他 厢房里大快朵移的顾长泽 打了个喷嚏 有件事情啊 我有些对不起你 徐令泽喝了半斤酒下去 才酒壮怂人胆 终于说出了口 对不起我 我和他之间 还有这么重要的事情吗 徐令泽的手 在桌下 无意识地捏着顾仔仔 后背上的皮毛 我这是做了什么捏 我本是好业 但是毕竟隔了 这么远的距离 到京城中间 传话的时候 可能出了点差池 传话 你们原来 不仅有书信来往 还要用人传话呀 嗯 你就当事吧 顾西音嗷了一声 戳了块藕片 慢慢咬着 嗯 九哥你说吧 京城能有什么事情 无所谓的 我不在乎 我知道你最担心的 是侯府在你的婚事上 做手脚 所以我便想了个办法 顾西音睁大了眼睛 解决的是婚事问题吗 那这个她挺关心的 谢官婷找了个认识侯府老太太身边管事嬷嬷的中人 花银子托那位嬷嬷给老太太递话 说 说 村里一个财主看上了你 愿意出五百两银子的彩礼 五百两银子这个树是许令泽定下的 不能太多 会让老太太狮子大开口 也不能太少 入不了她的眼 还让她记挂起顾西音 那就得不偿失了 五百两她能答应 别打量顾西音不懂行情 堂堂侯府 就算庶女出嫁 里里外外 至少也得有几千两银子 她就算再不计 四位数总能够上吧 答应了 痛快地给了耕铁 真的 顾西音很激动 也不吐槽老太太把她贱卖了 耕铁在哪里 给我看看呗 五百两银子换来婚姻自由 值 这么多银子我也拿得出来 你别着急 宽婷可能听错了 包上了我的名字 徐令泽 九哥你这么说 我有点听不明白了 顾西音有些迷茫了 所谓耕铁就是八字帖子 在订亲的时候双方交换 上面写的内容是各自的姓名 生辰八字 籍贯 祖宗三代这些 顾西音没吃过猪肉 可见过猪袍 如玉娘为了省钱 可是请她去照着孙家来的耕铁 写了如玉的 所以和她徐令泽有什么关系 这你可能不太懂 京城那边为了防止毁婚 女房耕铁上要载名 徐配给了谁家 防止毁婚 难道毁婚是日常操作吗 感觉京城很开放啊 徐令泽这个别角的理由 已经想了好几日 虽然对上顾西音 澄澈清明的目光 有些心虚 却还是点点头 是 徐令泽担心 顾西音拿到耕铁交给别人 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顾西音的耕铁 可不是自己随随便便能写的 上面要有建恩侯的丝印 也就是说 只此一张 看着还感慨万千的顾西音 徐令泽小心试探着 这件事情也是我没交代清楚 我觉得有些对不起你 我可以负责的 这话徐令泽当然没敢说出来 顾西音却大大咧咧的道 没事没事 耕铁拿到就好 我也没打算嫁人 那就好啊 只能嫁给我了 某人心里窃喜 万一我想嫁人了 嘿嘿 就找个姓徐的 就让他叫这个名字 行不行 改名可以 改姓 他好像做不到 说完不等徐令泽说话 顾西音自己已经笑到了 这真是一件 太让人开心的事情 当服一大白 看见徐令泽皱眉 他忙道 九哥 我真的不介意 反正是你的假名 而且就算是真名 我相信 你也做不出 对我不好的事情 徐令泽心里表示 他愧对这份信任 他不是没有过 独断专行的想法 只是一扶上心头 就自我唾弃了 更贴现在在你手中 徐令泽 这才从袖中 掏出一张纸 正是谢官婷 那封信中的 最后一张纸 第六十七集 顾西音再次被震惊了 饶使他知道 自己对侯府来说 与阿猫阿狗没有区别 可是也不是这么打发人的吧 随随便便一张纸 笔画潦草的写上字 盖个印章就算更贴了 你好歹用张红纸吧 算了算 摆脱这些垃圾就行 我也不计较那么多 顾西音一目十行地扫过 生辰倒是和奶娘之前说过的一样 等等 顾西音目光触及到 更铁上的几个字时 脸色顿时僵住了 慈刺 我在顾家 叫慈刺 这到底是因为 着急随意给他写了个名字 还是他本来就叫这个名字 在他穿越之前 奶娘应该一直喊他姑娘 村里人喊他顾姑娘 西音这个名字 是他前世的名字 吉吉那日 容启秀赠予他的小字 慈刺 适去京城打探过 还是只是巧合 如果是前者 容启秀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 顾西音心乱如麻 徐令泽看他神情 就知道他也不知情 将来总会知道 顾西音郑重收起庚铁 却是苦笑一声 哼 我情愿是不知道的好 建安侯府也好 容启秀也好 就让他们永远地 淹没在他的记忆当中吧 原本得到庚铁的愉快 因为这两个字的缘故 被冲淡了不少 而徐令泽想 这算不算 卑鄙地替自己定下了他 小年之夜 顾西音和徐令泽都睡得不太温妥 都觉得这一晚 对于各自人生 影响深远 半夜偷偷下起了鹅毛大雪 早起的时候 天地之间已经冰雕玉气 白茫茫一片好生干净 顾仔仔爱雪 在雪地里打着滚 不肯回家 顾西音虽然也喜欢雪 但是更怕筛交 指挥着两个男人 把院子扫出来 只留了一小块空地 给顾仔仔撒花 我从前在书中看过 这种时候 可以用筛子 做陷阱补麻雀 顾西音笑眯眯地说 正说话间 顾长泽突然开口 有马车来了 说完 他飞快地把扫帚靠墙放好 躲进了厢房之中 顾西音愣了一下 看看徐令泽 说不定是路过的吧 应该是来找你的 因为马车在减速 果不其然 话音落下 便有马车停下马 打着响鼻的声音 随即便是人从马车上跳下来 步履匆匆的声音 下一刻 敲门声响起 谁啊 来的又是柳二 说的却是霍夫人请她 顾西音心里有些抵触 这位霍夫人 上次说她一时气不过 和周夫人提起自己也就算了 这次又找自己 这是觉得自己是她的家庭医生了 刘二看得出顾西音脸色不太好 陪笑低声解释 姑娘 知道这年关了 麻烦您不好 可是实在也没办法 谁知道这时候 还能有贵客经过咱们这里呢 我县里不是没有大夫 我侥幸一次 不能次次都幸运 尤其治病这件事情 稍有差池 那就是雪上加霜 姑娘 我的姑姑娘 您以为没什么大事 我能在县衙厅后拆遣吗 那霍夫人 自然也是遇到了棘手的事情 实在没办法才能找您 您是不知道 那姓魏的不讲理呀 照毕后的徐令泽思绪一顿 这姓魏的 是魏护的魏 还是魏鬼魏呢 不讲理 所以让我去 顾西音心里全好 知道 只要他还想待在这里 这一趟就势在必行 可是纵使有些 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不想痛快地和刘二走 刘二意识到自己严失 假装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看我这张嘴 这都不一样 魏将军魏三郎 是夫人难产 心里太着急 并不是上次那样的人 咱们私底下偷偷说一句 就是治不好 也怪不到您头上 难产 是难产 生了一天一夜都没生下来 魏将军让保夫人 都没人敢接手 我的好姑娘 我也和您交个底 这次我这么着急 也是有自己私心的 您就当给我帮忙 行吗 顾兴音不解地看着他 刘二一拍大腿 嗨 这事别人没给我提过 但是不是跟您说过吗 我想 想要是 这次您能救了他母子 魏将军那边 或许能给我个机会 哎呀 您当给我帮个忙成吧 不管成不成 我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顾兴音无奈 此时徐令泽从赵毕后出来 去吧 我陪着你去 柳二不曾想 还另有人在 想到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 不由脸红 但是到底性子有话 说道 这位是 我远房表哥 徐令泽听到这解释 真想把跟铁拿出来 高冷一甩 他的夫君 然而他不能 只能高冷地站在那 一言不发 柳二打了个签 表哥好 我表哥叫徐令泽 哦 徐表哥 柳二从善如流 徐令泽的表情 像吃了响一样 顾兴音看着徐令泽 不太明白 一向不太管事的他 为什么会让自己答应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更何况这是两条命 我信了你才怪 但是既然他开口 顾兮音也就不好再拿瞧 毕竟救人如救火 他回屋简单收拾一下 要带的东西 出门的时候 便看见顾崽崽 在徐令泽 臂弯里窝着 而两个男人 已经在交谈着什么 见他出来 没有多耽误 徐令泽扶着顾兮音 前后上了马车 刘二赶车 把鞭子甩得啪啪作响 显然是十分着急 顾兮音偷偷问徐令泽 九哥 你为什么要跟着 那魏三郎是什么将军 你们认识吗 不怕被他认出来 珍惜将军魏南征 魏三郎 是他排阳第五的孙儿 我陪着你去 也不会让我进二门 不怕 光天化日 在魏家侍卫的眼皮子底下 要偷偷潜入二门 徐令泽想想也觉得费脑筋 但是费脑筋也得进去 顾兮音觉得他似乎不欲多言 便也没有再继续追问 果然如徐令泽所料 一进县衙 徐令泽被柳二带去门房喝茶 霍夫人身边的红袖 急急把顾兮音迎了进去 魏三郎和杨氏 暂住的院子之外 站了一圈和尚 道士 手持木鱼 和各种法器在念经 一个小沙迷似乎冷得在打哆嗦 看到顾兮音 眼神顿时亮了 是戒色 顾兮音无语 护夫人早已听到消息 等在院子之外 见他嘴角抽了抽 过来拉住顾兮音的手 兮音你总算来了 别管这些 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 快救命 快来救命 顾兮音和他客套了几句 随后对红袖道 但那小师傅进去喝杯热水吧 他年纪小 怕是会冻病 去 还不快去 顾兮音对借色笑笑 一手提着药箱 一手提着裙子 迈进高高的门槛里 里边站了一院子的丫鬟婆子 中间有个眉眼幽深的男人 鸡血未曾清扫 已经被踩得很平整 在阳光下一照 油亮亮的 血也不扫 顾兮音头皮发麻 壮着胆子迈步 果然不出三步就脚底一滑 惊呼一声 滑丽丽的摔倒了 哎 屁股好疼 哎呀 快起来 快起来 哎 霍夫人自己伸手去拉她 结果没拉起顾兮音 反而一起摔倒 丫鬟婆子们这才反应过来 上前七手八脚地 搀扶起两人 魏三郎的脸色更难看了 打量着头发散乱 一身狼狈的顾兮音 实在不能相信 她能帮上忙 顾兮音丢了脸 却顾不上脸红 打水来我梳洗 快些 来 先来个人扶着我过去 两个丫鬟上前扶住她 顾兮音这才敢迈步 心里又骂了一句娘 第六十八集 站在路中间的魏三郎 没有让开 用灵力的目光 上下扫着顾兮音 顾兮音已经猜测出她的身份 丝毫没有客气 魏将军 夫人既然难产 你现在不陪着她 不帮忙 却来忙着怀疑救命的大夫 这是什么道理 霍夫人一惊 忙偷偷在顾兮音腰上 捏了一把 提醒她不许继续放肆 随后又帮她说话 魏将军 现在这时候 救了夫人 重重有赏 救不了 救不了 那是天命 顾兮音不客气地道 说话间 已经从她身边快速过去 霍夫人很无奈 这祖宗真是太刚了 魏三郎在原地站了片刻 忽然也走上前去 掀开帘子 婆子们手忙脚乱地去拦她 哎呦 三少爷 三少爷 颤防污秽 您千万不能进去啊 滚开 魏三郎粗暴地甩开她们 提步进去 屋里有浓重的血腥味 因为窗户都被笼上的缘故 一片灰暗 床上的女人 粉带未湿 一头青丝凌乱地铺陈开来 更衬得她的脸色苍白如雪 她眼睛半合 双手抓住床单 但是已经彻底没了气力 有些抓不住了 屋里有两个吻婆在查看她的情况 三奶奶 您用力啊 用力啊 孩子就会出来了 床上的女人却积不可闻地摇摇头 眼角浸出泪来 这一天一夜 她什么激励自己的法子都用了 她告诉自己 嫁到了卫府 家风清正 婆婆和善 丈夫体贴上镜 日子秘里调游 这样的好日子还去哪里寻 一定要争气 可是没用了 痛已经麻木 她觉得灵魂在慢慢地从身体中抽走 三老 三老 我很想和你白头到老的 可是我做不到 慧珍 慧珍 你醒醒 魏三郎扑到床前 用力抓住自己结发才三年的妻子的手 也把顾兮音挤到了一边 这让顾兮音很无语 杨氏不敢置信地睁开眼睛 看着魏三郎 眼泪速速而下 嘴唇戏动着 三郎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要先走一步了 缠放误会 你快走 记着 我死以后 不要娶我的那些树妹们 重新做一家 夹缝亲政的亲贵人家 选个嫡女 服了 人都不行啊 眼看着一尸两命 还想着产房误会 还想着夫君找祭司的事情 这不是魏三郎他妻子 这是他娘啊 圣母 慧珍 慧珍 魏三郎把杨氏的手贴在筛上 像个傻子似的 就会喊着两个字 滚烫的泪水多况而出 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顾夕音竟然想到了 如果将来他要嫁个这么蠢的相公 那还是让他母胎单身十八年吧 要不我先出去 你们慢慢说 顾夕音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刚才的时间里 他已经自己洗好了手 准备好了要用的东西 屋里兵荒马乱 没人阻止 也没人帮他 所有人都在看着死了都要爱的那一对 或者惊讶 或者感动 或者悲伤 就是没一个想着怎么让杨氏活着的 杨氏缓缓抬起目光 看向顾夕音 他惊讶的眼神似乎在说 怎么见来个姑娘 而魏三郎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不负刚才的冷冽 握住妻子的手 扭头看向顾夕音 你救救他 救救他 救了他 我谢你千金 你救救他 他还小 他还小 你那么 奇瘦 还不快让地方给我 顾夕音口气暴躁 杨氏吸了一口气 惊讶地瞪大眼睛看着他 不想他竟然敢这般和自己的夫君说话 要知道 魏家儿郎从来不接受祖印 所有人的功名 必须靠自己的军功换来 魏三郎身上经过沙场洗礼的血沙冷冽之气 他成婚数年 从三慢慢不怕了 而眼前的这个姑娘 竟然敢对自己的夫君大呼小叫 哪里来的胆量 哼 我给的 魏三郎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闪开 坐在脚踏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眼睛一顺不顺地盯着顾夕音 顾夕音检查了一下杨氏宫口的情况 上手摸了摸 台位不正 两个吻婆眼神闪了闪 大概从心里看清了顾夕音 姑娘别信口开河 吴奶奶胎未正着呢 是她太娇弱 没力气了 放屁 你们到底是来帮忙接生 还是来杀生的 顾夕音抱了粗口 魏三郎不懂 但是用冷决的目光扫向两个吻婆 这两个人从杨氏怀孕之初就开始在她身边伺候 天灾还好 若是人祸 自然要问罪于他们 受不了这啄啄逼人的眼神 两个吻婆扑通扑通跪下 口称冤枉 顾夕音很不耐烦 要哭滚出去哭 人死不了 不用你们好丧 她是真的生气了 别说大户人家的吻婆 就是村里的吻婆 还会给人摸胎胃呢 孩子都能看见了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没有问题才怪 顾夕音话说得太难听 但是魏三郎只抓住了人死不了四个字 激动地对杨氏说 伟真 伟真 伟真你听到了没有 你要振作点 你听她的 你没事的 你会没事的 孩子 我的孩子 杨氏嘴唇颤抖 看向顾夕音的眼睛里 满满都是请求 求求姑娘 救救我的孩子 是儿子吗 是儿子吗 顾夕音并不知道杨氏经历过什么 但是听她这般说 还是很不悦 没有搭理她 救孩子 顾夕音自然愿意 可是难道 儿子救 女儿救不救了吗 呸 还亏的是大户人家呢 魏三郎却道 别激动 慧珍你别激动 她也会尽力的 我们魏家 更缺女儿啊 杨氏用力摇头 力气大的顾夕音都觉得像是回光返照 泪水模糊了杨氏的视线 她气不成声 难道 难道这真的是命吗 我母妃生我混了身子 再也不能生了 我又是这样 原来是有心理阴影 顾夕音瞬间变成了同情 一边帮她试探着调整胎位 一边道 你骨盆太窄 生孩子是艰难些 但是生第二个就好了 省点力气一会儿再用 眼泪救不了你 听我的才行 杨氏的奶娘一直在旁边 听到这里 似乎抓住了无尽的希望 终于开口主持大局 三少爷 您陪着三少奶奶 您在 三少奶奶就有力气 三少奶奶 您听到了吗 您有救了 您听话 以赫赫三少爷来日方长 这位姑娘 需要什么您尽管说 老奴听您的 除了你们三少爷和你 其他人都出去 把窗子上挂的那些 挡光的玩意儿 都给我扯掉 换上最亮的蜡烛和灯光 越亮越好 这些和传统规矩大相径庭 但是 魏三郎和杨氏奶娘 都毫不犹豫地照做 等一切都按照顾西音 要求的布置好了之后 他这才开口 我接下来的话 有些惊世骇俗 但是你们都不要喊叫 既然请了我来 既然我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那就要听我的 只要你能救内子 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第一 听我的 第二 这件事情出了这个门 我不希望有第四个人知道 可以 我要在他身下切一刀 帮他把孩子生出来 听起来很令人害怕 但这就是一道不大的伤口 只是位置比较特殊 你能明白吗 屋里剩下三个人 都目瞪口呆 显然想不出来那种情形 第六十九集 我不要 杨氏哭了 如果那样 还是个女人吗 与其后半生 生活在对夫君 移情别恋的怨怼之中 还不如死个干净 顾西音瞪了他一眼 我会帮他在缝和 像缝衣服那般 不会影响日后 你们同房和生孩子 同房这两个字 让杨氏红了脸 魏三郎也有些尴尬 奶娘低下了头 最坦然的反而是身为一个姑娘的顾西音 可以 魏三郎几乎把嘴唇咬破 可不可以都得这样 除非你不想他活了 杨氏还是惶恐 想要挣扎 你若是不愿意 我不勉强你 只是你要考虑清楚 以后别的女人霸占你的嫁妆 睡你的男人 逢年过节还得去你排位前恶心 你们这些高门贵女怎么想我不清楚 但如果是我 能气到诈尸 这个姑娘 嘴可真毒 杨氏想说什么 又看看魏三郎的脸 真毒不好 现在还装什么 我就没见过真大方的女人 你现在不疼了 话音刚落 杨氏又开始呻吟起来 顾夕音和他说话的这段时间 其实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 手上一直没有停下动作 魏三郎看明白了顾夕音的用意 一直握着杨氏的手 温和地同他说着话 而奶娘则恭敬而紧张地站在一旁 随时等待配合顾夕音 你是郡主吗 顾夕音又问 因为刚才他听杨氏说父王嫡女之类的 但是我不喜欢别人叫我郡主 现在都叫我三少奶奶 有生之年 你应该是我见过的身份最贵重的人 你把我放在哪里了 杨氏勉力笑笑 艰难地和顾夕音聊天 分散自己身下带来的痛感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顾夕音 姑娘是医女吗 算是吧 算 杨氏的脸色白了白 治病救人或许不行 但是接个生还是手到擒来的 好了 魏将军 这位嬷嬷 你们两个来帮帮忙 按住夫人 虽然杨氏现在已经痛到麻木 但是恐怕自己一刀下来 他还会惊奇 用点力气 现在不是脸香惜玉的时候 死死按住他 魏三郎这个从来都是对别人下令的人 被顾夕音呵斥得毫无脾气 倒是杨氏吃力的道 我自己行的 姑娘你说 我听你的 你行你为什么不自己生出来 想是一回事 身体反应是另一件事情 你现在就保存好体力 闭上眼睛 嗯 休息 魏三郎也点点头 杨氏这才闭上眼睛 屋外的丫鬟婆子们 听着自家少奶奶 那一声声的惨叫 都心急如焚 他们是真的着急啊 三少奶奶要是出事 三少爷那样的脾气 这院子里的人 一个都不能留 都能撵出去 他们要能得什么好呢 用力 用力 你用力啊 现在还管什么形象 命要紧 这屋里除了我这个陌生人 就是你夫君 你的嬷嬷 都是你最亲的人 谁也不会嘲笑你 顾夕音看出来了 让魏三郎进来 杨氏刚开始很激动 现在很拘谨 魏三郎很上道 立刻在杨氏耳边说 我挨了祖父打 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 你依不解代 伺候我 不肯假手于人 什么脏活累活 不是你一个人干的 我也没有怕你嘲笑我 是不是 杨氏用尽全力 抓住床单的手 轻轻抱起 顶起腰 大喊一声 魏三郎和杨氏的长子 姑姑坠毙 顾夕音快速地洗了手 清理孩子口腔中的会晤 倒提着拍了两下后背 然后放下一一检查 奶娘激动地看着小娃娃两腿之间 是个小公子 是个小公子 姑姑娘 要不要给小公子干上 看着顾夕音 那么不珍惜小公子 她表示十分痛心 顾夕音检查一番之后 终于如释重负 目前看来 孩子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叫目前来看 以后呢 我若是能知道以后 就上街摆摊算卦了 嬷嬷 你把孩子抱出去 我要给你家夫人缝和伤口 她一个人 做了所有医生护士的活计 也是不容易了 杨氏十分虚弱 但是听到生了个儿子 什么都好 便放心地继续虚弱下去 缝和的时候 她几乎没有挣扎 这次是真的脱力了 为什么男人 不知道疼惜女人 还三妻四妾 伤女人的心 就是因为 不让他们进产房 不知道女人 为了替她生儿育女 受了多少罪 放心吧 我给你缝得很好 虽然接下来 几天会疼 拆线的时候也疼 但是这样 其实对你以后更好的 你坐月子的时候 就好好坐月子 别想着你男人 会被狐狸精迷住 听我的话 保证你比以前更好 杨氏面红耳赤 这姑娘 可真是什么都敢说啊 而魏三郎 十分想堵住 顾兮音的嘴 不知道为什么 她对顾兮音 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亲近 替杨氏收拾完之后 杨氏沉沉睡去 奶娘给杨氏 擦洗后 换上干净的被褥 这才叫其他人进来 这个房间不向阳 对你们三少奶奶 恢复不利 换个温暖 向阳的大房间 像她从前 最喜欢的房间 那般布置 想吃什么 给她吃什么 不要太深温过量 尽快下床走动 可以洗头 可以用流水洗身体 可以 反正惊世骇俗的事情 都已经做了 那就好人做到底 至于他们听不听 她就不管了 魏三郎倒是毫不犹豫 大手一挥 按照顾姑娘说的做 是 什么规矩都是死的 能救自家郡主的 她能当成菩萨供起来 菩萨的话 自然要听 顾兮音细细地洗手 身边丫鬟小声提醒 姑娘 您的脸上 顾兮音刚才摔了一跤 又流了汗 现在确实有点像花脸猫 顾兮音也是一惊 连忙低下头 哦 魏将军还在这里啊 麻烦你带我出去 找个房间梳洗 魏三郎看着顾兮音 目光中闪过惊讶 然而却也只有一瞬间 他摆摆手 带这位姑娘下去歇息 好好伺候 不得怠慢 顾兮音屈膝行礼 闲静地像个淑女 跟着丫鬟下去 魏三郎看着顾兮音离开 目光紧盯着她的背影 一直目送她出去 若有所思 而杨氏缓过一口气 刚想和魏三郎说几句话 要儿子来看看 便见到她如此目光 心像被什么扎了一下 但是很快她就平息下来 顾兮音来之前 其实考虑到了会很累 可能需要梳洗 所以带了易容所需的东西 可是刚才的情况下 她一心救人 完全忘了魏三郎还在 魏三郎刚才 似乎注意到了她的脸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顾兮音收拾好自己 对着海兽葡萄铜镜 轻轻叹了口气 她约摸着 还要在这里待上四五天 至少要等杨氏完全好了 才能离开 她得先和徐令泽通个气 让她找个客栈住下 接下来的这几天 还是要尽量避免 和魏三郎接触 郑心思白转之间 忽然听到了窗户 被什么恼响的声音 顾兮音心有所感 快步上前打开窗户 第七十集 顾仔仔趴在外面窗台上 徐令泽猫腰蹲在花木之中 一人一狗 都冲着顾兮音 咧开了嘴 顾兮音无语 好大的狗胆 她想起魏三郎那 微微挑起 冷烈了然的眼神 后背发麻 我没事 你们快走 这里很危险的 徐令泽却伸手 把窗户拉开更多 顾仔仔一马当先跳了进来 她紧随其后 真是都疯了 徐令泽进屋后 打量了顾兮音一番 随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怎么样 有我在 还能出事啊 母子平安 那就好 哪里好了 九哥 你为什么要让我来救人 被你赶货 决定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了 救人一命 胜走奇迹复复复 信了你的鬼 不说算 我还要在这里待几日 你带着仔仔去客栈住几日 就去最近的客栈 我回头离开后去找你们 九哥 你千万别再冒险进来了 我觉得那个魏三郎 并不是个好相遇的 为什么还要再待几日 不是生完了吗 魏夫人这边 可能需要我帮帮忙 那你就留下 不用管我 你这样总进进出出 我就心不悬着嘛 徐令泽看着顾兮音 担心的目光 终于大发慈悲让步了 那我出去等着你 顾兮音点头如捣蒜 快走快走 接下来的几天里 顾兮音每天就像医生巡查病房一样 每天去阳市那边转转 检查一下伤口恢复程度 不嫌不淡地聊几句 并不像阳市生产那日那么放得开 生死之间是没什么要紧的 但是过了那日那时 大家就有精卫分明了 魏三郎基本上每次都能遇到 顾兮音觉得 他总在打量着自己 而且是不加掩饰的那种 让他有些烦闷 只想尽快逃离 平心而论 杨市不是个难说话的 顾兮音甚至能够感觉到 他特意放下架子 不想让自己紧张 可是身旁 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 顾兮音如坐针毡呀 不行 得跑 得赶紧跑 他不知道 杨市私底下和奶娘也说他 嬷嬷 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了 为什么我觉得三郎 似乎对顾姑娘 有点不一样 三少奶奶您想多了 虽说顾姑娘救了你 宝奴对她也十分感激 但是说句心里话 她这容貌 这做派 其实 其实是拿不到场面上的 娶妻娶嫌 纳妾纳色 顾兮音的色 还是算了吧 而且说话粗鲁 惊涉害俗 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 嬷嬷此言诧异 我父皇最偏爱的 也并非相貌最出众的 想到那个让她和母妃 吃了无数亏的美人 杨市脸色很难看 奶娘见她想得多了 连忙宽慰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便是那贱人 也是小官之女 姑姑娘这身份 实在也够不上 再说 您看她心高气傲 恐怕也并不想给人做妾 其实嬷嬷 你想差了 我想的是 如果三郎真的对姑姑娘有心 那 那我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三少奶奶 您真是糊涂啊 不 奶娘 三郎能进产房陪我 这份心 我想我就是历时为她死了都愿意 而且对姑息音 杨市也并不讨厌 身份低 有本事 快人快语 如果那妾势在必行 那她很愿意选择姑息音 奶娘却很清醒 您别胡思乱想 我看姑姑娘没有这个心 咱们将军也没这想法 那男人看上了谁 眼睛不得是冒光 嬷嬷的意思是 三郎不喜欢姑姑娘 可是我觉得 只要姑姑娘来 她总是看姑姑娘 我的傻郡主 您自己想想 您对姑姑娘 不好奇吧 好奇 怎么可能不好奇 明明就是在一个庄子里长大的姑娘 就算是建安侯府的庶女 也没在侯府待过 什么样的际遇 能让她学到这样的本事 而且这个姑娘 真的是很有趣 看来是我想差了 倒是对不起她救我的一片心 您是太在意将军了 魏家虽然你有纳妾的爷们 但是终究是少数 老太爷那里不许人纳妾 下面的爷们有几个长歪了的 杨氏彻底放下心中大石 要不我静静以后 帮她去建安侯府说一声 让她回家 顾夕音的身份 她现在十分清楚 奶娘却十分的通通 老奴私底下 也问了姑姑娘 听她话里话歪的意思 是不想回去的 您别好心办了坏事 她说她有喜欢的人了 想留在这里 这才是奶娘不担心的真正缘由 顾夕音说的半真半假 其实有很多漏洞 毕竟和对村里人的说辞对不上 但是想着这些人只是路过 她就是个大夫 而且帮上了这么大的忙 所以也不会去彻查顾夕音 杨氏惊讶 她就这样跟您说 她有喜欢的人了 奶娘含笑点点头 杨氏也笑了 果然是个快醒的姑娘 那这样 多给她些金银吧 她救了我和两哥母子 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奶娘点头负贺 顾夕音给杨氏拆线之后 顺便请辞 今日都三十了 要回家过年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夫人您照做就行 您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 随行也有大夫在 足够了 我都过糊涂了 忘了今日过年 摸摸 把东西拿来 奶娘捧上了一个红旗雕花的匣子 站到顾夕音身边 夕音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谢谢你对我母子救命之恩 顾夕音没有推辞 落落大方地收下 如此便多谢夫人了 见她如此痛快 杨氏脸上露出笑意 我就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 不是个别别妞妞的 顾夕音淡笑不语 心里却想着 她一来没有白白干活的道理 二来也不想被清新脱俗地记住 钱货两弃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顾夕音捧着匣子告辞 我让人去套马车送你 你且在听我说几句心里话 马车就不必了 我的那个 她在外面客栈等我 我要去找她 她低下头 露出几分恰到好处的娇羞 与其藏着 不如大大方方说出来 反而能打消他们的疑虑 果然 杨氏听了她这番话 笑着催了她一口 态度轻盈 你这个不知羞的丫头 亏我之前 还说要把你带回经理 送回侯府 让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 让你回去 现在看来 真是我一厢情愿了 那您可得大发慈悲 我这样的回去 辱没了人家门楣 说不定 一根绳子就给吊死了 呸呸呸 大过年的 不许说那些话 过来坐坐 咱们说几句悄悄话 顾兮音不知道 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还是吁吁地靠坐过去 平静地等着匣子落地 奶娘做了个首饰 带着屋里的丫鬟 鱼逛而出 杨氏低头看着 顾兮音手中的匣子 顾姑娘 这里面的东西 是我送你的 我们家将军 还会另有一份谢礼送上 多谢夫人和将军 这个银子可不好拿 总觉得像风口沸 尤其杨氏这份 第七十一集 杨氏把修长白皙的手 搭在顾兮音手背上 虽然顾兮音很爱惜双手 但是一双常年干惯了活计的手 和一双养尊处优的手 实在没法比 顾兮音垂下眼眸 眼神就放在两人手上 如果将军问您吻婆的事情 还请姑娘帮忙周旋一二 顾兮音猛地抬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杨氏 那是要害她的人呀 杨氏面上露出苦涩之色 那两个吻婆 是我母妃给我的 虽然知道有问题 我也不能打她的脸 她的处境 已经很难了 顾兮音联系前后 从她口中听到的话 顿时有了几分了然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身宅大院 这经就更难念了 一定是有人从中作祟 想要给她使绊子 我回去之后 一定就出赤美王良 只是在将军那里 将军若是想问 何必等到现在 杨氏一阵 夫人 我再多说一句 您别嫌弃 既然是夫妻 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呢 您的委屈 您的担忧 您的愤怒 何必隐瞒 何必要猜来猜去的呢 说完这话 顾兮音正脱了杨氏的手 站起身来 取悉行礼 但若是将军若问 我知道该怎么说了 夫人 时间不早 我得早点走了 否则我担心 她担心我 杨氏点点头 眼中露出几分 真心的舍不得 以后若是到京城 或者西南 一定要来找我 顾兮音笑着点点头 心里却不认为 还有这样的机会 她抱着匣子走出门 奶娘往外送她出二门 多亏了姑娘 姑娘的大恩大德 老奴也莫齿难忘 嬷嬷客气了 您膝盖的伤 按照我给您的方子调养 能少受些罪 二人边说边走 很快到了二门处 然后琪琪顿住了脚步 那里站着魏三郎 嬷嬷你先回去 我和姑姑娘说几句话 奶娘迟疑了一下 看了姑息一眼 到底不敢说什么 行礼后慢慢转身离开 你跟我来 魏三郎开口 眸光中似乎带着隐隐的冷冽 顾西音心里一沉 面上却没有显露出来 沉默地跟上了她 顾西音被魏三郎 带进了外院的一间房中 看着宽大的书桌 和上面悬挂着的 墨迹未干的笔 她猜测 这应该是魏三郎的临时书房 魏三郎走到书桌后坐下 拉开了距离 眼睛直直地盯着站在她面前的顾西音 顾西音被她忧伸冷力的毛子盯着 心里发毛 却挺直了腰背 丝毫没有露出胆怯之色 无欲则刚 她心虚 所以害怕 越是显贵 顾西音越是心虚 不是因为他们的地位 而是担心许令则被暴露 魏三郎的手撞似无意地搭在桌上 两根手指敲击着桌面 一时之间 静默的房间中 只剩下着单薄的声音 顾西音顿了片刻 走到窗前把窗户微微推开一条缝 深吸一口气 这才到 魏将军找我 难道就是为了相顾无言的吗 魏三郎勾了勾嘴角 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神情 我答应顾姑娘的枕金还没付 不能做失信之人 她拉开抽屉 抛出一张银票模样的纸张 用右手手指和拇指 抵在桌面上 往前推了推 顾西音虽然知道 魏三郎别有用心 但是除了走一步看一步 也没有更好的破局方法 所以她顿了一下 缓步上前伸出手来 魏三郎突然发难 伸手向着顾西音的脸 大巴掌拍过来 顾西音无奈 她信手一甩 白色的粉末 顿时弥漫在空气中 刚才她去开窗 正是为了背对魏三郎 偷偷把粉末藏在手中 她既随身带着药箱 药可是不缺的 出乎顾西音意料的是 魏三郎竟然只是 在她脸上摸了一把 然后大概是吸入了粉末 捂住胸口 剧烈地咳嗽起来 你给我下的什么药 魏三郎咳嗽半嗓 吐出口中的药末 怒目相对 一点会让人身体 发痒的药而已 火镜不知 明满天下的魏家 也会出现你这样的灯徒子 魏三郎开始觉得 浑身都刺痒起来 你以为我是金箔尼 她低头看看自己的手 脸色突然变得更黑 顾西音不解其意 但是依然毫不退步 你本意若是想打我 对于你这样恩将仇报的人 我这样对你 你也不冤枉 你 我怎么了 有事说事 动手动脚的算什么 竟然这么牙尖嘴利 是了 之前魏三郎已经领教过了 现在只是又重新见识了一遍而已 魏三郎突然冷笑 指着雕花架子上的铜盆说 你的脸脏了 那流水 去洗洗 顾西音浑身一震 他忽然就明白过来 魏三郎为什么今日有如此反常的举动了 他怀疑自己易容了 其实这怀疑的种子 应该是自己替杨氏接生那日就埋下了 这男人一直不动声色 说不定还暗中观察 终于等到杨氏安然无恙之后才发作 刚才 魏三郎应该就是想看看 顾西音脸上有没有东西 但是被顾西音自己一闹 手上沾上了粉末 也就无法辨认了 顾西音反应极快 虚虚小事 也值得魏将军如此费尽心机 不怕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易容了 怎么了 我是没救你妻儿 还是害了你手下任何一个人 魏三郎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刚才有一瞬间 他明明看到顾西音慌了 可是那瞬间太快 快到魏三郎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 因为下一个瞬间 顾西音就变成了这般伶俐的模样 顾西音继续以功为首 我一个姑娘 没有任何家族庇佑 长得恰恰还不错 如果我不保护自己 下场会如何 你这样高高在上的将军 如何会考虑到 我所做的这一切 不过为了自保而已 不知怎么就刺激到将军了 魏将军 当初是你们求我来救人的 不是我厚颜来攀龙赴凤的 你 我在 魏将军有何指示 想看我真容 难道是对我起了觊觎之心吗 顾西音昂首道 他愈战愈勇 像只激动的小刺猬一般 张开了浑身的刺 汪汪汪 熟悉的声音响起 顾西音的神情顺势 将在了脸上 慢慢回头 难道 魏三郎抓住了徐令泽 要真那样 他就得想办法控制住魏三郎 其实顾西音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短短回头的功夫 就能想那么多 大概是天生不服输的性格使然吧 魏三郎睁大眼睛 紧紧盯着窗外站着的人 顾仔仔从桌子上跳下来 摇摇尾巴欢快地过来 咬着顾西音的裙脚 而徐令泽手拍在窗台上 一个俐落地翻身就进来了 徐令泽在看着顾西音笑 你笑个屁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熟悉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帮你报仇 你脑子有病吧 老娘费了那么大力气 想要把你摘出去 你倒好自投罗网 你很能是不是 别生气 我和她是顾娇 你也别欺负她了 她从小看见女子就脸红 后来一直缠着我 我以为她崇拜我学功夫 后来她说 想问问我 如何能对着女子不脸红 魏三郎的脸刷得变了 眼神复杂 至少顾西音 无法辨认出她的情绪 原来是顾娇 九哥你不早说 我百般周旋 不累了 气死个人 因为后来我们绝交了 所以我原本不打算前世 这是什么跌宕起伏的 深仙剧情 这个剧本十分不好 请求换一个 请 你夫人在外面 魏三郎一惊 快步匆匆出去 第七十二集 没事了 一会我揍她一顿 给你出气 我是生你的气 什么事情都不和我伤 你 是我的错 要不你让顾仔再咬我一口 给你出气 顾西音还没说话呢 顾仔再小狗眼油亮 直接盯着徐令泽 某个部位去了 娘可是说 要坏男人 要要那一 顾西音尴尬地扭过头 同时忍不住 扑出一声笑了 好儿子 干得好 回家给你夹鸡腿 徐令泽气得踹顾仔仔 这个小狗东西 真像他这一辈子 就一个狗儿子吗 被顾仔再这么一闹 两人之间气氛倒是 好了很多 院外 魏三郎握住 杨氏冰凉的手道 你怎么来了 我听奶娘说 你把顾姑娘带来了 可是 可是有什么不妥 没有什么不妥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就来 你先带她回去 别让她走 魏三郎想起屋里的男人 就咬牙切齿 嘱咐一声 松开杨氏的手 匆匆进去 杨氏几乎要把嘴唇咬破了 三九寒冬 滴水成冰 他的心更冷 像被划开了一道口子 冷风肆意而入 带她回去 不让她走 这意味着什么 杨氏很清楚 奶娘见杨氏脸色不好 开口劝道 哎呦 三少奶奶 别胡思乱想 这件事情 我知道的 我没有胡思乱想 默默不用担心 杨氏强行稳住心神 魏三郎进屋之后 就有些气急败坏地 看向徐令泽 你和她什么关系 我的女人 哎不是 关系很熟 还用编这样的瞎话 没错 我舅舅想做我爹很久 果然是 我猜就是 你倒是好 都以为你死了 你却在这里逍遥自在 魏三郎面色嘲讽 语气也阴阳怪气的 逍遥自在谈不上 但是遇到她 很幸运 让她先出去 我们聊聊 魏三郎逆着顾兮音 你出去 夫人在外面等你 我已经交代过了 顾兮音看着徐令泽 徐令泽冲她点点头 顾兮音带着顾仔仔要出门 等等 解药 魏三郎在小臂上 用力挠了几下 又去说徐令泽 什么女人你都敢招惹 不怕半夜睡着 给你喂毒药 面粉而已 魏将军太紧张了 调皮 下一次就不见得 还是面粉了 出门之后 看见杨氏 顾兮音有些尴尬 不知道魏三郎和她说过什么 也就不敢胡乱开口 杨氏勉强笑笑 天气冷 我们快回去吧 回到有地龙的屋里 暖意融融 顾兮音却不复离开之前的从容 他看着杨氏受伤的脸 猜测他应该是误会了什么 便斟酌着开口 夫人 将军让我回来 我知道是他让你回来的 他和我说过了 顾兮音顿时哑然 偏偏这时候外面来了个侍卫 喳喳呼呼道 这位姐姐 将军说了 让夫人好好招呼姑姑娘 在被烧好的酒席 卧槽 这是今晚就要白洗眼了吗 顾兮音终于忍无可忍 夫人 发生了点突然状况 我现在也不方便和您说 等魏将军回来 会和您解释的 您别胡思乱想 我没胡思乱想 您想什么 可都在脸上写着呢 你不会嘲笑我吧 其实我知道你这人品 必不至于做出那种事情来 只是我关心则乱 主要过去的日子太苦 嫁给将军以后 像掉进了蜜罐里 竟然也开始患得患失起来 这也是人之常情 这事情 主要是魏将军没说清楚 算了 反正回头您就知道了 杨氏不知道说什么好 看了看地上咬着 顾兮音群角转圈的顾仔仔 这是你的狗 嗯 我儿子 顾仔仔 来 仔仔 向夫人行礼 然后杨氏就见那 丑萌丑萌的小狗 当真立起来 用两条前爪 做了个作医的姿势 杨氏被逗笑 我这赏她点什么好 嬷嬷 您去后厨 要块肉来 奶娘笑着答应 顾仔仔 得到了一大块烤羊肉 虽然是熟的 但是看在羊肉鲜嫩可口的份上 她也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围绕着顾仔仔 气氛总算没那么尴尬了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最后顾兮音道 夫人 您躺下歇息吧 我还是回原来的房间去 杨氏同意 顾兮音这才带着吃饱了的顾仔仔 回房间审问 舅舅是不是带着你 一直在这里没回去 说实话 要是下次舅舅欺负你 我不管了 顾仔仔委屈巴巴地点点头 我早就知道 她向来把我的话当成耳边疯 顾兮音恨不得现在就冲到书房 骂许令做一顿 书房中 一别青年 没想到你都当爹了 哼 我也没想到 你能干出师父的事情 然后一走了之 更没有想到 你勾胆包天 还敢行谋你之事 沦落成现在的模样 顾令泽并没有被他激怒 而是平静地问 弟妹临门在即 你带着他乱跑是吗 如果不是我听说是你 让他赶紧来帮忙 现在就是一尸两命了 他祖母病重 他收到信非要回去 我只能陪他上京 如果事先知道会这样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他的 别说这些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为什么那些人说你已经死了 你有没有给我流两滴眼泪 做梦 徐令泽还是微笑 笑个屁 我看你现在都傻了 你这鬼样子 也是顾兴给你弄的是不是 魏三郎怎么看情消 怎么别扭 真想让那些 说你惊成双臂的人看看 你分明是极度了 少扯那些 你到底怎么回事 机缘巧合罢了 徐令泽略说了一些自己的情况 人家虎落平阳被犬欺 你虎落平阳 还能捡个厉害的帮手 如虎添翼 果然命好 或许之前的磨难 都是为了遇见他 即使你损失了那么多兄弟 徐令泽眼中的亮光 骤然暗淡 停顿了片刻 是我无能 或许我更应该说 苍天怜悯 你真是情消 魏三郎露出惊讶之色 他所认识的那个秦霄 强势深沉 心高气傲 就算当年 传出他弑父之事 自己上门抓着他的衣领追问 都一个字都不肯吐露 现在的秦霄 明显接地气了 徐令泽微笑地看着魏三郎 如假包换 现在我叫徐令泽 他写的名字 百炼钢也成绕纸柔 建安侯府的小小庶女 有什么本事 我原本想把我表妹说给你 你听都不愿意听 我表妹出身教养 哪一样不如顾兴 或许什么都好 但是不是他 有些话不必解释 在正确的时间 遇到正确的人 才能恰好爱上他 环环相扣 分毫不差 第七十三集 秦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顾西音 或许是一见钟情 或许是日久生情 总之当他意识到的时候 心中关于顾西音的情愫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长成了参天大树 他也不算一无是处 在你最潦倒的时候 不知道你的身份还能救你 这份情确实不容易 这份情 这份情不是冲着他的 是冲着温钊 甚至于顾西音还怀疑自己和温钊是断绣 想到这里 徐令泽的脸色顿时不好看了 魏三郎自说自话 并没有注意到徐令泽的脸色 给他个贵妾吧 鬼妾 我既喜欢他 怎么舍得委屈他 让他取决人下 你疯了 他对你有救命之恩不假 可是从来也没说 女人救了男人 还要男人以身相许的 他还未必愿意嫁给我呢 不是未必 就是不 徐令泽脸色更黑了几分 他承认 从前落下的功课总要不 从来没有关注过女人 没想过怎么讨好女人的他 追欺之路慢慢 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处境 以前或许你能任性 现在你手里还有什么筹码 断了联姻这条路 你往后会多艰难你知道吗 过去现在和将来 我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的婚事做筹码 我想要的 靠自己去拼 不必出卖自己 我是为了你好 魏三郎 你现在太过躁了 让人拿酒来 我们痛饮一番 算是兵事前邪 也喝你天丁之喜 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知道秦霄还活着 魏三郎心中的激动难以抑制 同时忍不住畅想 那一切都有重新翻盘的可能 甚至于已经在心里盘算着怎么帮他 可是反观徐令泽 一口一个顾锡音 已经被迷得失去了雄心壮志 徐令泽却一直平静地像个世外人 魏三郎没变 还是和从前一样热血冲动 从前的秦霄好友不多 魏三郎算一个 如果没有经历过风浪 一帆风顺 或许自己也不会改变 现在的改变 有眼泪也有欢笑 但是命运对他并未博待 我陪着那次进京 也是为了看看你的残铺 不想你竟然还活着 为我还活着 当福一大拜 酒席送到了书房 徐令泽道 让人把他叫来 否则你一个人在书房里 迟迟呵呵 岂不惹人怀疑 看我高兴傻了 我这就让人去喊他来 把弟妹一起叫来吧 他 他坐月子 再说男人的事情 他称呼什么 顾夕音要走 你把人拦下送了回去 主妇好好招待 今日除夕 你喊他到书房里陪你吃饭 你可想过弟妹怎么想 从阳氏的角度 不误会才怪呢 魏三郎却很迟钝 他怎么想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这个愚蠢的直男 直接让人去喊顾夕音 顾夕音问清楚 还让自己单独去 心里把魏三郎 骂了个狗血淋头 他想想 还是和杨氏先说了一声 我喜欢的人 是魏将军的雇员 他让我去 是想问我一些事情 关于徐令泽 顾夕音一个字都没有透露 杨氏显然很惊讶 顾夕音偏安逸于 喜欢的人能是什么样的 竟然还能和魏三郎认识 但是他喜欢顾夕音 这般态度 我知道你不是那般人 将军也不是 我们将军是个直爽之人 不拘小杰 若是有冒犯之处 你也别和他计较 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 杨氏让奶娘送他去 可是奶娘去了之后才发现 所有的侍卫都在院外等着 灯火通明的院子里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侍卫也只允许顾夕音进去 顾夕音对奶娘点点头 自己进去 过来坐 徐令泽见他进来 笑着站起身来 顾夕音在他身边坐下 皱眉道 你们喝了多少 满身酒气 徐令泽把自己的杯子递给他 二十年的梨花酿 要不要尝尝 魏三郎看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谁会想到 秦霄会对一个女人这般温柔宠溺 更让他跌破眼球的是 顾夕音还嫌弃了 不喝 你们聊完了吗 咱们今晚走还是不走 不走 那行 让魏将军回去和杨夫人说一声 毕竟是除夕夜 顾和自己刚生完孩子的妻子团圆 还没个交代 真是渣男 徐令泽从善如流 对魏三郎道 你先回去和弟妹说一声 魏三郎内心是拒绝的 秦霄 你怎么能被这个女人知识得团团转 杨氏还是郡主呢 何时敢这样和我说话了 但是徐令泽却给他识颜色 魏三郎愤愤不平地走了 顾夕音这才开口 秀哥 魏三郎靠谱吗 你这样现身 会不会有危险 徐令泽见顾夕音眼中满满的关切 顿觉圆满 没事 我和他有几年同窗之一 他告诉顾夕音 他们两个是书院中最好战的分子 所以打架是家常便饭 感情却是越打越好 后来我去了军营 他也回了魏江 之后又发生了些事情 闹得不狠愉快 但是现在想想 他也是关心则乱 我又拉不下面子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解开了疙瘩 对了 杨夫人似乎是怀疑我和魏三郎的关系 我 我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就说我喜欢你 哎呀 这事太尴尬了 没事 我不揭穿你 徐令泽一本正经的道 眼中的笑容出卖了他此刻的好心情 顾夕音很无语 宰子呢 我把他留在房间里 九哥 你打算和魏三郎一起回去吗 不 我是乱臣贼子 他身后还有那么一大夹子 不能有万一 说得也对 顾夕音点点头 向他就无所畏惧 如果他出事 巴不得赶紧连累建安侯府那些极品呢 明日初一 不好出门 初二走心机的就多了 咱们初二回家 回家这两个字说出来 徐令泽觉得自己就像吃了人参果一般 浑身上下 每个毛孔都舒服了 你且在这里等等我 吃完饭 我陪你回去守夜 我没有守夜的习惯 你们说吧 我在旁边打个盹 我若是走了 你 你会舍不得吗 徐令泽用尽了力气 才把后面一段话咽了下去 顾夕音却想起了自己的打算 你之前不是说三月走吗 其实也没差多少天 但是我觉得 你还是准备好了再走 别因为魏将军的出现 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这就是挽留了 徐令泽表示心情十分愉悦 但是顾夕音已经开始神游 徐令泽走了 他就得走了 一来他相信徐令泽的人品 其他人 比如顾长泽 谢观亭 魏三郎 他了解不多 未必不会有意无意泄露自己和徐令泽的关系 到时候 麻烦无穷 二来 他也受够了霍夫人一次次给他找麻烦 上次周书狂 这次魏三郎 感觉下次霍夫人能把自己送到皇帝面前去 别说什么有苦衷 他就活该一次次在这些权贵们的碾压下战战兢兢 虽然暂时没想好去哪里 但是他得搬到霍夫人的手伸不到的地方去 第七十四集 顾锡音有自知之明 不管霍夫人表现得怎么喜欢他 怎么和他亲近 骨子里还是看不起他 觉得他顾锡音是可以随便驱使的人 顾锡音确实惹不起 但是还躲得起吧 这次他连徐令泽也不想告诉 徐令泽的属下也好 朋友也罢 他都不放心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啊 魏三郎可能不太喜欢你 但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也不会为难你 你不用担心 谢莫杀驴吗 答应给我的一千两银票 你记得替我要 哼 跑路需要银钱傍身 穷家富路吗 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啊 而是魏家与建安后府之间有笔烂账 是解不开的死结 徐令泽把顾怀改名前后的事情说了 顾锡音有些艰难地扒拉着手指盘算 从亲戚关系上来说 魏三郎是我神母的侄子 对吧 古代这些繁杂的亲戚关系 对于出生在计划生育年代的顾锡音 实在太难了 徐令泽笑着点点头 但是你千万别提 魏家上下提起这件事情 到现在还是咬牙戒指 显安侯府老太太 竟然能干出你必欺孙女的事情 我这个被送到庄子上的 是不是还应该庆幸啊 真同情我那个唐姐 或者唐妹 徐令泽说了 魏家男孩其多 女孩其少 魏怀妻子魏夫人 是他那一辈魏家唯一的女儿 百般娇宠 事已后来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魏家没上门把建安侯府拆了 已经是看着魏怀改姓的份上了 不知道你们俩谁大 总是建安侯府 烂到了根子里 我不管他们怎么样 不来招惹我 我不会招惹他们 敢来招惹我 我就闹得他们和府上下 鸡飞狗跳 你要这般说 我就很想把你带进京城了 魏三郎推门而入 拍拍身上的鸡血道 顾锡音翻了个白眼 小的美 你当我九哥是死人 妈呀 抱上金大推的感觉太好了 他从前认知错了的地方 就在于被穿越小说荼毒 认为主角身边的侍卫 都是出身微贱 但是看看顾长泽 侯门世子 谢官亭 国公府嫡子 徐令泽 咦 这个似乎不知道啊 总之 也是和魏三郎做同学的 肯定非负极贵就是了 他可不是死人吗 魏三郎解了贺场 随手搭到平方上 他去的时候穿的可不是这件 可见杨氏多贤惠 多关心这个直男癌的相公了 徐令泽 徐令泽狠狠瞪了魏三郎一眼 顾锡音却理解错了 怂恿徐令泽道 秀哥 他这是挑战吗 揍他 揍他 红颜祸水 我就知道 建安侯府没一个好人 来了 这就来了 我 才不管毛病 是啊是啊 所以回去赶紧让你姑母和李 你 魏三 你少说几句 魏三郎气节 两个男人说话 顾锡音快要睡着了 脑袋在胸前一点一点的 像啄米的小鸡 踏上的被褥是今日才换的 魏三郎美好气得到 徐令泽健壮 起身把平方挪到踏前挡着 然后要抱顾锡音过去睡 然而顾锡音自己醒了 要走了吗 你先去睡一会儿 徐令泽宠溺腻地等 顾锡音睡得迷迷糊糊 眼睛都没睁开 并没有看清楚 自己凭着记忆往踏前走去 若不是被徐令泽拉了一把 就直直地撞到屏风上去了 魏三郎又忍不住付费 除了会接医术 顾锡音有什么好的 府上随便抓住个丫鬟 都比他强 魏三郎才不会承认 他对建安侯府的人就是没好感 知道顾锡音令情消神魂颠倒 他更不喜他了 搞笑了吧 我用你喜欢 对对对 我喜欢你就行 除夕夜鞭炮生生除旧碎 久别重逢的两个男人细心秘密地谈话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影响顾锡音一夜好眠 徐令泽在 他总是能够安心地睡 一觉醒来 顾锡音用了片刻才想起自己在哪里 侧头一看 徐令泽正坐在旁边看着自己 眼神中有浓得化不开的纠结 或许是因为一夜未睡 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更让他此刻蕴藏其中的情绪显得深沉 顾锡音被他这眼神吓得瞌睡都没了 修哥 你这是怎么了 别吓唬我啊 我要回京了 啊 昨晚才说的不走 怎么睡了一夜就变了 我必须得走了 哦 要是必须得回去 那就走吧 什么时候走 和你说完话就走 顾锡音惊地从榻上坐起来 抓了两把头发 你怎么不早点叫我起来 九哥 你等等 他站起身就要往外跑 却被徐令泽抓住了胳膊 我的时间不多了 你听我说完 我回去给你取银子呀 没有盘缠你走什么 顾锡音要回去拿杨夫人给他的匣子 那里头有一套头面和一千两银子 对了 你别忘了和魏三郎要那一千两银子 那是我应得的 你不用不好意思 哎不行 一会儿我吃这药 你肯定难以启齿 我不缺银子 你不用为这个忙活 哦 徐令泽紧紧抓住他的手 眼中的情意几乎要喷波而出 然而他害怕吓跑顾锡音 也因为前途无浊 最终什么都没说 顾锡音觉得自己似乎没什么能为他做的了 那九哥你一定要保重自己 我让魏三郎和霍赵海服务打招呼 对外就说 就说 对外就说他看上了你 回程要带着你回西南 顾锡音目瞪口呆 假的 都是假的 但是魏家的声势 等先没有人敢得罪 委屈你了 等我日后 定会加倍补偿于你 若是等三郎回西南 我还是没有音讯 他也会妥善安置你 九哥你不用为我担心 你自己一定要保重 徐令泽的手在身侧紧握成全 他几乎控制不住地想要上前抱住顾锡音 而事实上 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顾锡音愣住 刚想推开他 就听他在自己耳边道 我必须要走了 邪关廷被抓进了赵玉之中 周术黄手段枯灵 我若是不回去营救 恐怕他会死在狱中 顾锡音大惊失色 明白他眼中控制不住的悲伤从何而来 慢慢伸出手来拍拍他的后背 九哥 他一定会没事的 大不了 你就拿出周术狂不是太监这事要心 徐令泽抱着顾锡音 久久都没有说话 他必须得走 谢关廷危在旦夕 可是他多么舍不得离开 山水迢迢 他和他 多久都不能再朝夕相对 喝惯了蜜水的人 回不到喝白开水的日子 马匹已经替你 魏三郎进来便看见抱在一起的两人 说了一半的话被噎了回去 我先出去 你们继续 继续你个大头鬼 顾锡音心里暗骂一声 从徐令泽怀里出来 仰头看着他 婉转一笑 此去海阔平逾越 天高热鸟飞 九哥 你能行呢 徐令泽看着顾锡音的笑颜 艰难地扯动嘴角 露出笑意 保重 此刻的他还不知道 顾锡音这是长久告别的意思 第七十五集 窗外积雪压断了树枝 发出了响亮的一声后 又是积雪速速而落的声音 打断了物理短暂的凝滞 徐令泽转身大步离开 顾锡音透过大开的门 看着他踏雪离开的高大身影 心中怅然若失 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有九哥了 无论成败 徐令泽都不再是他的九哥 九哥珍重 后悔无期 杨氏似乎被魏三郎嘱咐过什么 对顾锡音道 我留两个丫鬟伺候你 再留两个侍卫保护你 已经沾了夫人不少光了 不敢再麻烦 打着魏家的名头 看谁还敢欺负我 顾锡音婉拒 杨氏秉退旁人 低声说 虽然他不告诉我 但是能让他 这般慎重周全的人 我大抵也能猜测出 那人的身份 只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罢了 锡音 你这条路不容易 杨氏觉得 顾锡音的身份 做不了正妻 可是他这心性 做妾会把自己憋去死 而且以内人现在的处境 一旦有个闪失 就是粉身碎骨 他出事了 顾锡音得陪葬 他发达了 顾锡音还得委屈 总之顾锡音 前路荆棘遍地 顾锡音心里离别的伤感 被杨氏这话冲淡了几分 心想 现在是有点难受 但是彻底搬家之后 约莫着新生活开始就好了 徐令泽既然离开 顾锡音也没有再留下的道理 在他的坚持下 杨氏派马车送他回家 顾锡音回去就开始琢磨往哪里去 带哪些东西走 住了这么久 要离开总是舍不得 好在他生性豁达 很快安慰自己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离开之前还得妥善周全 不能留下后顾之忧 正在百般盘算之间 借色来了 女师主 我来给你拜年了 幸亏年前有所准备 顾锡音把人迎进来 给他抓了糖果 你师兄哪里去了 怎么放你一个人来 我师兄去拜世了 送我来后才走吧 顾锡音想想 离开谁都不说 也得跟了尘大师打个招呼 所以笑着问道 下雪了 上下山还容易吗 就那么一条小路 师兄们早就清扫出来了 借色嘴巴里糖果塞得鼓鼓囊囊 口水顺着唇角流下 那我随你一起回去 给大师拜个年去 借色欢天喜地地答应了 等顾锡音把家里所有的糖 都给他带上 更是高兴地合不拢嘴 顾锡音却给了尘大师磕头 了尘大师竟然还摸摸缩缩 摸索出一个红包给他 顾锡音愣了一下 长这字 不准推辞 我得看看是什么 摸起来很单薄 像是一张纸 顾锡音打开 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张薄薄的 银票 他嘴角抽了抽 大师也这么接地气 别人来寺庙里捐香油 我是来讨银票的 贤俗气 那这藏书阁都给你 我倒是很想要 就是没那个本事整个人挪走 你要离开呀 去哪里呀 我也没想好去哪里 只是霍夫人一次一次的 总有一天我要被她害死 书胆 胆子小活的酒 我怕死 怕死 做什么大夫 祖师爷有云 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治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测瘾之心 誓愿普救 寒灵之苦 我想这和佛家 普度众生的意愿 一曲同工 然而我却不想 沦为权贵的牺牲品 你一女子 也为难你了 你若是不为自己谋划 也无人庇佑 你想去哪里呀 还没想好 应该往江南一带而去 只要你还行一夜 早晚能遇到下一个霍夫人 甚至比她更苛刻 是 霍夫人算不得对我多不好 我略有积蓄 不行一 倒是也足够养活自己了 了臣大师瞥了一眼 地上走来走去的顾仔仔 那你就不怕被人盯上 怕 怎么能不怕 可是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考虑到徐令泽暴露的可能性 以及因此给自己带来的危险 顾锡音还是决定走为上策 见她沉默 了臣大师缓缓开口 我有个主意 大师请讲 你呢 这般行事 先回去宴请一下你相熟的邻居和友人 就说呀 你要回京 然后收拾东西 偷偷啊 到我这里来 我派人去接你 你觉得如何呀 顾锡音目瞪口呆 到白云寺来 偏偏了臣大师还觉得自己这个主意极好 这后山哪 等先没有外人来 你在这里啊 采药中药都行 看书也行啊 做做素斋 是不是也很好啊 顾锡音一下子找不到辩驳的理由 我要吃肉 什么时候不让你吃肉了 不要和给我的素斋一起做便是了 这些啊 不用你操心 外面哪 保护我的那些人 你以为他们都和我一样做和尚啊 我是被骗进了佛门 没办法 啊 大师 您这么说 真的不怕佛祖怪罪吗 你呀 现在我这里躲着 回头 要是觉得不好 再离开 我也不会留你 这里 佛门禁地 便是县令夫人 也不敢把手伸到这里 是不是啊 了臣大师一个接一个地抛出用耳 你呆逆了下山 啊 戴个帷 在山下 什么买不到啊 这里初一十五 那么多人 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你 当然了 你如果想着家人 那你就当我没说 顾兮晕沉吟良久 撇撇嘴道 您别当我傻 您就是忽悠我上山 给您当厨娘的 哈哈哈哈 你这个一技之成啊 比做大夫不差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藏书阁这次 真的归我了 顾兮音傲娇道 留下确实有 了臣大师所说的 诸多好处 但是最让他心动的 还是藏书阁里的书 他能比这时代的大夫 懂得多一些 是因为提前跑到了千年后 然而还是有很多精华 淹没在了时光之中 他贪婪地想要汲取 更多中医的精髓 那你还等什么啊 快点回去张罗吧 早点搬来 被顾兮音的素斋 养掉了唇舌肠胃 在吃庙里的 真是食不下宴 顾兮音哭笑不得 我若是不做大夫 就去做厨娘 快走快走 我让两个人呐 暗中保护你 这次顾兮音 大大方方地道谢接受了 十五以后再搬吧 十五之前 上山烧香的人太多了 搬家这么大动静 很难避人耳目 了臣大师 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顾兮音回到家里 就开始收拾东西 忙的时候还好 闲下来 还是觉得少了个人 空荡荡的 顾仔仔显然也不适应 坐在热热的炕头上的时候 也搭拉着耳朵 有些蔫儿 顾兮音看着他这样 也有些难受 然而却也明白 离别这件事情 从来都不会停止 人生就是在 不断地告别过去 他把徐令泽 所有的衣物 都整整齐齐地叠好 收到柜子里 或许有一天 徐令泽功成名就 回来的时候 还能再回忆起从前吧 不知道他回忆中的自己 是什么样的 呸呸呸 有什么好伤感的 顾兮音继续收拾东西 本来以为没有多少东西 但是零零碎碎加起来 也有大小十几个包袱 顾兮音灵机一动 索性请了尘大师 派来保护他的两个人 趁着晚上 偷偷往山上搬了几趟 这房子他自然不会卖 但是长期不住也不行 很快会破败的 得找个稳妥的人来看着 顾兮音 琢磨起村里人来了